你倒是快点啊 师娘我受不住了 师娘你别动 快两小时了 你到底好了没有 怎么样了江城 这九转龙神爵怎么没有下闻呢 我这只有半片 其余半片需要你下山去寻找了 云城那么大 我上哪去找啊 你师父早些年游历九州 云城不少大家族都受惠于你 师父有事可以找他们帮忙 那另外半片也在人身上吗 没错 这另外半片就在云城崔家大小姐身上 你师父早年替你跟崔家立下婚约 现在她是你未婚妻 未婚妻 她有师娘这么好看吗 没有我漂亮你也得上 九转龙神爵是你师父用命换来的 那她会不会愿意让我看啊 她不同意你就强制推倒 担心什么 等我推挡到崔大小姐就回来推师娘 不对 推师娘 哪怕你不择手段 也要给我学权了 师娘 你对我真好 少说没用的 这是你和崔家的婚约 这是你师父号令九州的龙温玉班纸 赶紧下山去吧 师娘 我都舍不得下山了 平嘴 快走了你 崔家大小姐还等着你去祸害呢 没错 香叶酒店 跟崔家大小姐约的就是这里 也不知道崔小姐 可长得有没有师娘好看 这老头子真可怜 这年头 对我们的老头是一代福啊 弄不好全部家当都要搭进去啊 你们也太没人性了吧 这要是你们家当老人 你们也这样吗 又是一个傻子 大爷 大爷 你没事吧 老头子肯定是赖上他了 这老头都讨厌天了 也就你这种傻子愿意复活干 先看看自己 都留几个连吧 是套路身 大爷 赖上了吗 你看我穿成这样 也没什么钱 你和我也没用啊 大爷 大爷你醒醒啊 大爷 大爷 这傻子逃不掉了 这年头好人不能做啊 这小伙子不应该理他呀 大爷你 小伙子 哎 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我得好好谢谢你 大爷 别客气 别客气 我看到您没什么事就行了 我还有事 还要进去找我老婆呢 小伙子 找你媳妇啊 他就在六号桌 快进去吧 六号桌啊 谢谢大爷 是 这小子不错啊 心地好 适合造我许家的孙女婿 拜见老爷 小姐一切好 看见那小子没 以后就是你们的姑爷了 是 老爷 姜月啊 路 我已经给这傻小子织好了 剩下的 就看你们的缘分了 奇怪 那个大爷怎么知道 我老婆在六号桌呢 不挂了 应该是这个没错 崔小姐你好 我是江晨 你的未婚夫啊 虽然说 我刚从山上下来 对山下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保证 绝对会对你好的 而且 以后我的工资 都会交给你五分之四 一定不会让你收半点委屈 你好 我是许江月 有房有车 年收入已经超过三十个亿了 三 三十亿 等一下 你不是崔若兵啊 你说呢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我这也太热死了 居然认错人了 都怪那老子下事 爷爷 爷爷快坐 丫头啊 爷爷给你找的这个准夫婿 还不错吧 人倒是挺有趣的 不过 他先通过我的考核 到底在哪儿 应该就是他了 崔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我是江晨 你就是江晨 我今天是来跟崔小姐旅行婚约的 天 只有你这个形象 你还敢来和我旅行崔家的婚约 你什么意思 你还敢来和我旅行崔家的婚约 你什么意思 我今天来这里呢 是来和你退婚的 我去如冰 好歹也是原成有名的崔家千金 你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叫花子 也陪来和我提亲 这婚约可是当初我师父跟你父亲亲自定下的 白纸黑字型 楚楚 这张废纸你也想用他来攀权富贵 真是可笑 你们崔家好歹也是名门啊 怎么生出这么狗眼看人低的心 你说谁呢 你来我们崔家 就是看我们崔家家大业大 想用你师父当年那一点点的小恩小慧 再让你做上门女婿 小恩小慧 当初要不是我天舞阁的庇护 你们崔家能有今天吗 就算退婚 让你们崔了一份出来 跟我亲自谈 今天呢 是我崔家的大日子 我们原城最大的名门许氏都会派人前来 我爸可没空见你这个陆水狗 要不是为了九转龙神诀 谁愿意和你多说一句 我做了一辈子好事 才得此九转龙神诀 你作为我唯一的徒儿 一定要守好这镇盘之宝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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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转龙神诀 师父能命换你的 无论如何 我也要拿到全片 没关系 我可以等 你是听不到人换了 不是我爸他不再见你 而是你不配见你 懂吗 崔如冰 你不要太过愤了 赶紧 请崔家主快过来 你个抽烟犯的眼睛 怎么 你还想打我 不成抽雕花子 我想死 滚远点 滚远点 特很可以 让你爹跟我亲自他 谢谢 老爷 您等你回去 十年大车正在等着 我一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爷爷 这就是你给我看上的孙女婿 这么窝囊 你还指望他以后保护我 哎 江月啊 这 爷爷 我知道 你想在闭眼之前 给我找个好男人 那也不能在大街上 随便拉一个呀 你想见我夫妻是吧 那你先在这等着 我夫妻马上就来见你 行 我就在这等着 看好了 别让他破坏了 我云杰的婚礼 他要是敢捣乱 就打断他的腿 是 小姐 今天是陈少和崔大小姐的婚礼 陈家在大酒店请了 整个云城的平满 这傻子居然在这等崔老爷子 不过是一个 想谈高知的叫花子 你们刚才说什么 你们刚才说什么 今天是崔大小姐和陈少的婚礼 整个云城估计也只有你 不知道吧 就凭你这个寒酸样 还想和陈少那样的人无比 简直是痴心妄想 崔家 欺人太甚 崔家就敢如此欺骚我 等我拿到师父一命相换的 九日龙神菊 我一定让你们付出代理 将军啊 怎么回事啊 爷爷 我好像撞人了 真倒霉 你 你 你没事吧 会不会开车啊 没长眼睛啊 好像是我的责任 赶紧丢 不好意思啊 我先走了 怎么这么巧啊 又是他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看他刚才被那个女人 羞辱的窝囊样 估计看到我们的车子 想碰瓷罢了 将军啊 你这无端的猜忌 实在是有失涵养啊 如果是我猜错了 我下车 亲自跟他道歉 看样子这是天意啊 外面的时间太危险了 早就都用孤天师娘的话了 刚刚被崔家羞辱完 现在又被车撞了 喂 你怎么样 没事吧 这么巧 你怎么了 让我看看 疼 你想干嘛 你这是 长期隐事不规律 造成的极性肠胃炎 你别想趁机占便宜 你想什么呢 你们女人 能不能别那么自恋 我是想帮你 缓解疼透 别动 你干什么 臭龙毛 你别动 你 你居然会医术 这是中医 九阳直压法 能够缓解疼透 不过呢 吃饱不吃本 想之后 还得饮食规律才行 我说你们女人 能不能别把男人都想了贪财好色 这世界上还是友好男人 我还有一句事 行了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以后还是别碰到 行了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以后还是别碰到 江月啊 爷爷 看到了吧 这小子不贪财好色 善良又正直 怎么样丫头 你这次给你找了个好户续吧 爷爷 这人呢 还算行 不过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那好 爷爷这就给你下聘礼 给你和这小子定亲 爷爷爷爷 先说好 我可不会那么轻易就接受他 再把花放好 陈少女已经在催了 你快去查 大家给我动作快点 居然真在举办婚礼啊 翠龙 翠龙 你给我出来 站住 哪里来的乞丐 翠龙 谁把他放进来的 来人 到 给我轰出去 赶紧滚 怎么回事 什么人 放死 敢大闹我翠家和陈家的婚礼 我是慕容少的徒弟 名叫江辰 今天奉师娘之命 前来履行婚约 你胆子不小啊 臭小花子 就你 想娶我们家如兵 没错 我师父 先事前特地交代他 这是我们两家的大事 你这一身穷三位的乞丐 还真敢乃严 崔夫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千里跳跳从山上下来 非但不好好对我 还如此老爷相待 呸 女婿 你算什么东西 就你这样的乡霸佬 还敢以崔家女婿自居 你这态度 是要退婚吗 退婚 你也配 一条臭狗 要弄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们家如兵 应该嫁得是云城明门 至少也是像陈上那样 背靠许家的大人 我本来以为 如兵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没想到你的脸皮 这么好 还敢跑过来丢人现眼 崔家主 你不表个态吗 崔家主 你不表个态吗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江贤侄 这就是我跟你师父当年开的一个玩笑 我们崔家从来没当过真 你怎么还认真了 我原本以为是崔如兵不想嫁给我 才要退婚的 没想到 堂堂云城崔家家主 也是如此背心其极 谁 我这个人 岁数大了 脑子不好使 这当年这约定 可有什么证明吗 当然 这是白纸黑色的婚约赛 你自己看 睁大你的眼睛 对对对 就是这张婚约 翠龙 你 没了这纸婚约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想凭你师父当初一点小爱的小费 攀上高知 你妄想 翠龙 你敢死我的婚约 你现在退失 我就死了 怎么样 你敢死我的婚约 你现在退失 我就死了 怎么样 你这废纸而已 谁就你这种白痴 才会把这种玩笑当真 翠龙 我师父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会救你们这群败类 不好意思提你师父 他当年 不过是为了高攀我崔家 一个山上的野门野派 还真把自己当贵宾了 那个老东西 趁我们崔家有难 趁火打劫 如今人都没了 还怕你这条狗来细节 你和你师父 不过是两个跳梁小丑 翠龙 我解构你 你说我可以 但你不准说我 失去了的师父 你还敢动手 无论你师父怎么了 这个老家伙 我就算是把他鼓回羊了 你能奈我如何 你可从没见过 世面的乡的老 你出了蛮力 还有点什么 实话告诉你 我女婿 那可是云城名门 陈家陈大少 许氏集团高层的亲戚 许氏集团 动动小手指头 就能让你从云城消失 臭娇花子 来来来 那我等着 是谁在本少爷的婚礼上大放举词啊 是谁在本少爷的婚礼上大放举词啊 还能是谁 就是这个从山上来的叫花子 不是吧 岳父大人 当初你给如冰就找了个这样的男人啊 还不如找条狗的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叫花子敢打陈少 要知道陈少可是背靠许家 云城的顶级豪门许家 你这条臭狗 给陈少骑鞋都不配 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这赖蛤蟆 看都没有 今天就是我娶你老婆的日子 这个新郎啊 我先帮你做了 让我替你先享受享受 你呢 赶快回你的臭山沟里去吧 你不讨厌 谁是他老婆 没错 像他这种人 哪怕乡下养的老母猪都看不上他 混蛋 你找死 臭药犯的 你干什么 放开他 等我女婿 给我打他 花子花子 放开陈少 吹如冰 竟然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打你又能怎么样 你个臭小花子 不要动我女儿啊 打的就是你 臭药犯的 给我回你的山沟里去吧 陈少打得好 快 这都是你的自愁的 住手 我看你们谁敢动许家的人 住手 我看你们谁敢动许家的人 许大小姐 赶紧又见 许大小姐 居然 居然是许大小姐 许大 怎么了 许大小姐 许大小姐 您能来呀 我们翠家是旁地生活呀 对 许大小姐 没想到小女的婚事 还能捞您的打假 陈大少真是有面子 有面子 闭嘴 这 许大小姐 这还让您亲自来送礼 太麻烦您了 别挡误 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 想不到的那一天 我们已经见到三次面了 许小姐是一直在按照观察我吗 放肆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乡不老 你竟敢调戏许大小姐 来人呢 把她给我轰出去 住手 许小姐 我看你们谁干 我奉我爷爷之秘 邀请江先生 做我们许家的女婿 我 这 你这是 什么 这是不是太荒唐了 不可能呢 许大小姐 你说 你要嫁给她 这个图口 你放肆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 许大小姐 你放肆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 许大小姐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评价她呢 江先生哪轮到你们随便评价 不对啊 许大小姐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个江纯 他就在了我婚礼 蹭蹭蹭喝的 许大小姐 这个叫花子 连我们家儒宾都不喜欢 何况是您呢 许大小姐要三思啊 许大小姐 她不过是刚从山上下来的一条野狗 她也配 对呀 住口 她配不配得上我 能到你们来插嘴吗 许家的事 你们无权评论 虽然江城现在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许家有金钱地位 这些我都可以给她 相信她也不需要这些 就像我们许家 不需要攀附权贵往上爬 什么 许家居然会和这种废物林音 这想法老什么时候抱上许家大腿了 早日都刚刚对她态度好点 扭受不定 还拿起来跟许家 这什么关系 就是 想办法 许小姐 你刚刚说 要嫁给我 没错 爷爷都已经把聘礼准备好了 楼下的法拉利 还有胡宾的别墅 以后都是你的了 胡畔别墅 那可是云城最贵的别墅区了 这个土狗 他也配呀 就是就是 是啊 这我陈家都住不上 他 怎么 你有意见 事不过三 我刚刚都已经说过了 江城是我们许家的准夫婿 你们欺负他 就是相当于是欺负我们许家 你们欺负他 就是相当于欺负我们许家 走狗 这江城刚从山线下来没多久 怎么就拍上许家这个告知 就是 这个想法老 我多看一眼都心和心 许江玉怎么会答应嫁给他 他是救过许江玉的命吗 虽然我们算得上是云城第一名门 但是也没有这么大的傲气 你们怎么敢这样子说话 从今天起 崔家从云城名门中隔出 徐大小姐 你怎么能因为一个臭乞丐 就把我们崔家 从云城名门中隔出 哎呦 徐大小姐 我们刚才根本都没有看不起 就是就是 就是跟江大贤侄开个玩笑 都是误会 误会 没错没错 误 你们怎么有点说出这种话 你们就是这么欢迎我的 这就误会 你们欺负江城这件事今天没完 咋了我们许家的人还指望我跟你们合作 今后连翠氏集团一并封杀 我求求你 你去求求许小姐 确实要帮帮我们吧 许大小姐 你看我们陈家 宝带也算云城名门 更何况 我还有亲戚 在您公司许副总许位手下任职 您看 能不能 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了一下他们 你求情 你算什么东西 我算什么东西 从今天起 崔家和陈家 一并从名门中隔出 您这是什么意思 陈家与崔家红罪 在名门中 一同被隔出 许大小姐 大小姐 不对 哥 爷 我真不知道你是 许大小姐的夫婿 我刚刚瞎了狗眼 我错了 对不起 许大小姐 你就为了这么个东西 你就不怕后悔吗 后悔 就凭区区一个陈家 方便跟我回去一趟吗 爷已经在等你了 那我就 扯局不公了 我们怎么就招惹上了这么一个晦气的狡猾子呀 现在得罪了许家 就连公司也被 选敌的放下了呀 怎么办呀 江晨 你这个汪八蛋 我们最近 就是彻底完了 没关系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快点说 你有办法 我唐叔陈仁发 可是云城最强的厉头手 快点击快打电话 今天 我要让姓姜的还有许氏 付出代价 爷爷 人我带来了 小伙子 你还认识我吗 碰瓷我的老头 对对 就是我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孙女许江月 也是你的媳妇 不是吧 你所的婚约 是认真的 不是 这婚约不就是个 写为的借口吗 我们才见了三次面 你孙女还真对我有想法 谁对你有想法 少往自己脸上贴心 要不是爷爷的吩咐 我才不来找你呢 江月 老头 你孙女还真真不打气 随便开两句玩笑就走了 女孩子害羞 不要放在心上 没事 那小伙子 话说回来 还有一件事 老头子你干嘛 猜 见大人 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大人就是天舞阁 亲传大弟子 大人就是天舞阁 亲传大弟子 天舞阁对许家有恩 许家家规 见大人 必行下跪之礼 你怎知我是天舞阁 那天 我本想帮孙女挑选家序 误选了江大人 日后我派人去调查才发现 您是首持龙文玉班制的天舞阁大弟子 所以老雪再请你到此于许 快快计计 许老爷不必多礼 同样是旧主 崔家和雪家 还真是云泥之别 你如此这么待我 崔家 却如此这么羞辱我 江大人此般待我 天舞阁旅行婚约 如此荣耀 得崔家 不仅不胜大欢迎 而当面侮辱和毁婚 真是该死 没错 他们不仅当众毁约 如果我失去的师父 如果不是为了我师父 一命相患的九转龙神诀 我要怎么摆摆身上 什么 九转龙神诀 九转龙神诀 不是在我们许家吗 九转龙神诀 不是在我们许家吗 你说什么 像当年许家遭难 我把小孙女送到天舞阁避难 一年以后许家翻身 江月回来 背后便闻着着九转龙神诀 难道是我师父弄错了 想来当年崔家 要跟天舞阁攀关系 便带着许一家 去天舞阁登门道谢 拿到了婚约 造成了今天这番误会 穆老先生 应该是把崔如冰 错认成了江月 是这样 现在看来 你真的要和小孙女成亲了 否则这九转龙神诀 就不好得到咯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这个 只是个刑事主 我们以后还是各过各的 你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 我也不会管你在外面的女人 不是吧 许大小姐 你总把我说得跟渣男一样 这是许师齐下 浅浅集团的公牌 以后我们就一起工作了 这我想的还挺多的 在公司 你就要叫我许总 我们就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对我有任何想法 看来要攻下这个冰山老婆 那是任重而道远的 许总不好了 许副总刚刚找人到财务室调了一大堆的材料 现在要召开紧急会议 好的 我去看看 对了 把他带到公卫上去 好的 许总 江先生您好 您好 从今以后 您就是前几集团法务部的职员了 法务部 我又不是律师 法务我也不懂啊 江先生 法务部不只是起草合同 还有催收贷款 催 催收 你是说 我是催收员 我 你们总裁的老公 在你们公司就只是催收员 老部的公司是有规章制度的 我看谁有意义 这位是前景集团的孙经理 目前法务部由他管理 我们前景公司可是大集团 不搞群带关系那一套 想要在这带下去 就得靠真本事 吃软饭可不好使 谁说我没有真本事的 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个小白脸 有没有真本事 陈氏集团欠我们公司一个亿 现在我们公司急需要这笔资金 你去把它要回来 你去把它要回来 这小子完了 孙经理这是在走呀 别乱说 陈氏可是这里的硬骨头啊 这笔钱 已经欠了一年多了 凡是去要债的 都被打断了胳膊和腿啊 是啊 孙经理是咱们许副总的得力赶将 许副总就是许淳院的亲孙子 他们最近内部杜春的厉害 我看这个小白脸哦 估计要被开刀了 原来这个老逼灯知道我是许淳月的老公 在这故意找找什么呢 怎么样 能不能去 能倒是能 不过把话说清楚了 要是我把这一千款追回来 以后你在前景集团见到我 把头低下做人 要是你能把他要回来 别说让我低下头做人 让我叫你爷爷都行 那这个钱你要是拿不回来 立马就给我滚蛋 行 我没问题 很好 那到时候别后悔 这样 我再给你配个刀的 免得让你说我让你单枪匹马作战 安琪 什么事 孙经理 你过来 安琪 什么事 孙经理 你过来 好的 江先生你好 可以啊 孙经理 你还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了啊 给我安排这么个妹子 别跟我客气 叫我诚哥之行 诚哥 废话不多说了 你们现在就去神室吧 跟我斗 徐总 事情不断断了 我还安排了公司最废用的 安琪跟他在一起 现在那小子已经去城市了 我保证他们 比想完整地回到前景集团 做得很好 以后好处省不了你 去吧 诚哥 我们就简单提醒一下城市吧 这个仗实在要不回来 就别勉强了 怕什么 我们是料债的 我们占地 该怕的是他们 该怕的是他们 诚哥 你不知道 这城市的董事党陈恩发 是本地最厉害的低头蛇 背靠的那是雷爷的势力 如果得罪了雷爷 我们俩恐怕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我还是当心眼吧 江城 江城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娶了许江旭 去到豪门追旭了吗 你们两个被许氏放上的 落水狗都能来 我作为许氏员工 为什么不能来 狗东西 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 这里可是城市 就算你们许家 也不能在我们陈家的地方撒影 两位 请状尊重 江先生是我们公司法务部的崔收员 崔收员 想吧老 我还以为你攀上高枝 入赘豪门了呢 没想到到了许氏 还是个臭药犯呢 就是 我以为你攀上许氏 会有多凤凰了 结果 还是捡许氏的剩饭吃 我劝你们说话前 好好想想清楚 好好想清楚 许家欣赏人的狗 难不成你要把我带回去 咬一口给你主人看看 咬一口给你主人看看 还有你 我要去告诉你老板 今天但凡换个人来要债 我说不定都有可能给 但如果是这个叫花子 想都别想 你 不过呢 你要是想跟我单独聊聊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帮你求不清 哎 姓陈德 你敢动 我今天是代表许氏来要债的 你给我放尊重的 月姐 你没事吧 你找死啊 敢对我动手 臭气概 你他妈不要命了 这就算动手了 陈尚 你可真虚啊 不知天高地高的白痴 这里可是陈氏集 陈氏集团背靠的 那可是云城雷爷 我亮他也不知道雷爷是谁 你以为我陈氏是这么容易对付的 我之前还在想找你酸账来着 没想到你不时好歹自己送上门来 保安 把他给我拉出去 我要把他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 把他给我拉出去 我要把他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 陈哥 别怕 哟 放心 哟 都死到临头了 还不忘了装逼呢 傻尿 我告诉你 靠他没有用 他自身都难保 你还不如乖乖爬到本大爷的脚边 我还能怜香惜玉呢 有粉 看你那嚣张到什么了 你放开他 你这个废物装逼装起来没完没了了是吧 来人呢 给我上 挺快的 快放开他 这个跟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能吗 你居然敢动我陈氏的人 你好大的胆子啊 你还没见过我那么大的胆子呢 收拾完他们 现在我们收拾 你敢动我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二叔 可以啊 他过来 你就死定了 你打呀 你倒是打呀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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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氏集团里面现在有人在闹事 还打伤了我们的人 快救我们呀 陈哥 陈氏集团的董事长可是陈恩发 得罪他的人全都生死不明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狗杂种 我二叔背靠的可是中原第一大派 慕容派的雷野 整个云城 他就是天 就是 黑龙可是成二爷的得力主持 那可是雷野怕来的高手 那可是黑白两道都赫赫有名的人物 Yes 你们两个 亲自送送 陈哥 你放心 你陈哥我可不是下达的 我们今天是来要债的 哪有关头而飞 我管他哪个道士的 什么雷野语也我的赵大不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要送死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让你死 干嘛这是 二叔 就是这个人 打伤我们城市的人 真敢动我城市的人 我今天就是来收阵 胆子不小 一个许家的坠续 敢跑到我城市的地盘上来撒一眼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 你就是陈仁发 我今天是代表许氏集团 来向你讨要一千块的 你敢向我陈仁发要钱 你是活腻了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连这么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你还开什么狗屁公司 我很欣赏你的胆量 这一元欠款我可以给你 不过你得打得过我兄弟黑龙 如果你打赢了 我的欠款就给你 如果你打不赢 把你扔到大海里喂鲨鱼 对 二叔就这样干 如果他跟黑龙哥打输了 就把他丢到海里喂鲨鱼 这个废物 早前闹婚那天就该被打死 那个时候被许讲越久了 今天还敢来这儿 这不是自盗罗网吗 对 陈哥 不能和他们赌啊 他们都是混黑道的 真的会把我们扔海里喂鱼的 今天谁死的 谁赢我 还不容易 别这么多下结婚 小子 你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小子 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跟你说 我这黑龙兄弟 当年大杀四方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 奶奶呢 我倒要看看 是你小子嘴硬 小子命 我也不要求你打倒我 只要你能在我手底下活命 就算 先让你 费什么话 你到底打还是不打 别浪费时间 再等一下就花花菜都了 你 黑龙你怎么了 二爷 这人看不出 而且内力很强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你放开他 陈哥 你居然打败了黑龙大人 什么 怎么可能 黑龙竟然打不过你一个无门无派的野狗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什么人 催债人 二爷 这一的钱款一定不能给他 他还侮辱了雷爷 我去告诉雷爷 一定不能放过他 快去快去 按照约定 愿赌胡说 给钱 今天走不了 等雷爷到了 看你怎么办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这一查又一查的 一会儿又是二爷 一会儿又是雷龙的 你们到底有没有能打 不能打的话 就赶紧关钱 小子 原本是一个亿的小事 既然你一心求死 你很快就会满足你的 爷爷 你派江城去城市要债了 现在江城负责公司的催债业务 去没去城市我不知道 不过去去城市 应该不算什么吧 一个城市也没事吧 背后有雷爷 什么 雷爷 是啊 刚才得到的消息 江城惊动了雷爷 所以 他出什么事 赶紧去看看 这雷爷就是云城的土皇帝 是个谁碰谁炸的雷 这个江城 真的是不要命了 不过他也是为了我们前景集团嘛 先不说了 你赶快过去看看 雷爷 竟然真的要来了 他可是云城的土皇帝 就连我们徐老先生都要尽他三分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所以呢 陈哥 你快给陈发道个歉吧 要是真的惊动了雷爷 不要说我们两个 就连整个前景都要完蛋了 拜见雷爷 什么人敢在我雷爷的地盘上闹事 雷爷来了 我看他怎么狂 我看他怎么狂 土包子 你现在想求饶也晚了 我劝你啊 还是赶快找你老婆 给你找块地 准备收尸了 没错 现在不仅仅你要死 千锦集团 我们也不会放 你想提成丧家去 就乖乖受死吧 雷爷 就是这个人捣乱 他不仅来陈世闹事 还把黑龙大人给打伤了 一个四处流浪的丧家犬 还敢对您出言不逊 打得很 不管你雷爷还是火焰 既然这陈世是你罩着的 那就让他赶紧还钱 老大的胆子 当我的面 还敢这么说话 欠钱的又不是我 有什么不敢说的 话我不想多说 给还是不给 还是说 是要让我把你打到我给 维持 我看你脑子是真进水了吧 上一个敢和雷爷这么娇嚣的人 坟草都奇药高了 没错 雷爷 他是中年一大门派 慕容派的人 慕容 他天下第一门派 在我的师们面前 连个屁股死不上 雷爷 你可看 当着您的面 还敢打出厥词 今人要是你脱了他 你你谁是男力呀 你以后名声男力呀 废话 用你提醒 不是要欠款吗 我给你个机会 我手下有四大高手 与黑龙一样 你要是打得过 我就给你这欠款 雷爷手下 他可是有四大高手 号称四大天王 F4 这四大高手 在他们手下 就没留过一个活口 四大高手 一挤出手 为我们当死不你 陈哥 我们还是道个歉吧 雷爷可是连徐老爷 都不敢惹的人物 既然这伙执意要死 我看咱们也别拦着了 咱们都往后哨哨 省得等一下 斜剑咱们一身 不管他什么四大天王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 只要我江晨在 也得把这钱还上 上 住手 陈总 您千万别冲动 把他腿打断 再把他双臂打断 扔到海里 扔到海里 是 欠款的事情我们可以谈 但是江晨 徐总 这样个可不只是欠债的事 冒犯了我们的意义 打伤了我的黑龙 你就等着 给他收尸吧 收尸 好大的口气 今天的欠款 我肯定要 江晨你给我闭嘴 算你事情 要叫你老公 也是可以的 现在脱光了衣服 跳个舞 给我们的雷爷 接掌金上 留个群尸 畜生 竟敢跟我老婆这么熟悟 幸福的是吧 江晨 到外面去等我 江晨 来呀 雷爷 动手吧 咱们给他留一口气 让他看着咱们 享用他的老婆 然后 再把他扔到大海里喂鱼 给我废了这桥子 谁办得好 等老子我 用完他老婆 第一个赏给他 第一个赏给他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问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雷爷 这四大高手怎么了 你到底什么人 我说 崔战 必须把钱给我 你说他就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乡巴佬 竟能打得过我手下四大高手 他到底是哪个门牌的 雷 雷爷 这个家伙确实是一个臭腰犯的 他就是一些野门野派 学练点功夫 你到底哪个门牌 野门野派 那可是天舞阁 崔如宾 你要是再敢留守一致 不像你整个崔子的一致消失 你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是什么阁 行不耕鸣 坐不敢信 听 睁大你的狗影 睁大你的狗影 看好了 我管你什么哥 得罪了雷爷 只有死了一致 什么狗屁天舞哥 拿一个假的玉班纸 带着装什么装呢 只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姓的野门牌 我雷爷 一定手都能捏死你 这妈的 都快给我跪下 看来 你是谁的玉班纸 参见大人 小的有眼无珠 导致手下几个眼瞎 竟敢攻人顶撞大人 请大人恕罪啊 不是雷爷 你怎么给这个丧家犬 行死大理啊 大胆 居然敢以下犯上 这可是天舞哥的大人 假如不是大人收子力 你早就没命了 天舞哥不是 无名无姓的野门派吗 什么野门派啊 吓了你的狗眼 天舞哥可是中原第一大门派 无数名派大家的发源地 中原第一大门派 不是慕容派吗 怎么说天舞哥啊 这个天舞哥 不是在数十年前就没落了吗 雷爷 您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天舞哥 怎么可能是中原第一大派呢 他一定是冒牌的 他一定是冒牌的 雷爷 没错 他那个御班纸 一定也是假冒的 就是为了攀附我们催甲 不择手段 给我闭嘴 你们三个眼瞎 脑子也不好使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天舞哥主姓慕容 天舞哥的别名就叫慕容派 大人息怒啊 我御下不言 这群人一定严加惩治 雷爷饶命啊 笑得远远无数 还请您开恩呢 你得罪的可是江大人呢 死有余辜的东西 别他妈来求我 大人 我用言无数 您就饶了我吧 我这 我这 都是这个监惑 是他 二叔 你在说什么呢 这是你二叔啊 你扫子行 我们陈氏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 给我们招惹了多少祸 现在开始 要跟你断绝一切关系 运吉运吉 我是爱你的运吉 二叔 这如冰的 哼 还有你 一天到晚 竟给陈家的祸 我跟你说 现在赶紧跟他离了 我跟你说 你现在赶紧跟他离了 就是不离 陈家也跟你断绝一切关系 多 多 我这就跟他离婚 陈云姐 我们这才结婚几天 你就要和我离婚 你这么做 会让我催嫁在云城 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 关我什么事 要不是因为娶你 我怎么会得罪这 天武阁的大人 这一切都是你们催点咎由自取 江大人 江大人 解除婚约不是我们催嫁的想法 都是他们陈家逼我们的 你个大夫 还在那胡说八道什么 这个时候 你还想破陈家的脏水 到底有完没完 那爷 你怎么说也是云城的土 不会连两个三牛家族都考不定吧 来人 把这些人都给我抓下去 明天陈家崔家 没必要在云城存在了 不要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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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大人 如不嫌弃 就请陪在下喝一杯 就当在下 给您赔罪了 给您赔罪了 好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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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江辰不会出事情了吧 江辰 雷叶 雷叶 江辰他不懂事 冲撞了您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弟妹这个使不得 江大 江老弟这种男人 我欣赏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跟他过不去呢 这 这什么意思 这是陈氏集团一个亿的支票 这是陈氏集团一个亿的支票 除此之外 我雷母做主 将来陈氏 最好的材料 都低价供应给前景集团 雷叶 您跟江辰很熟吗 我跟江老弟的关系 一点小欠款 不算什么 将来在云城 只要碰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雷某 也不早了 弟妹没什么事 就抓紧带江老弟回去休息吧 好的 谢谢雷叶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先走了啊 好好好 江辰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连雷也都能如此 师娘 师娘你告诉我 就这儿能说你觉得到底在哪儿啊 师娘 师娘 你别走啊 师娘 啊 别走啊 师娘 啊 你 你没事吧 你先别看 你快出去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这就回房间 怎么回事 这下全被他看光了 这九嘴楼神指 原来真的在许江月身上 许老头确实没有骗我 不过这许大小姐 还真是人间有物啊 每天跟他在一起 我有事都不能坐 这不是诚心考验老干部吗 许江月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许江月 我看在你叫我一声堂哥的份上 自己收拾东西 滚蛋 许位 你什么意思 许江月 你不觉得 这个位置你坐着 不太合适吗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 既然嫁了人 做什么总裁 就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呗 就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呗 这个位置 是爷爷认同的 而且是众多股东投票决定的 你有什么意见 在股东大会上怎么不提啊 不要给我上纲上线的 江月虽然只是个催修员 也不至于养不起你吃喝吧 既然嫁了人 就趁早给他生个孩子 徐副总 这里是公司 公事公办 这种私事 你还是回家去再说吧 好 公事公办 你给我等着 徐总不好了 股东们都到了 吵着现在要召开股东大会 各位董事 今天召集大家开会 是因为公司出了事情 自从许江月上任之后 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资金链已经出现了巨大危机 再这样下去 公司随时会爆雷的 许位 你凭什么这么说 许江月 许总 这就是当了总裁之后 交给我们的满意搭卷吗 满意搭卷吗 还好今天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再这样下去 前景集团就完了 有什么意见 尽管说 没错 要说女人当家 果然不行 才多长时间 公司就产生如此大的漏洞 这样不行的 这个许位居然在张鞭上做手脚 各位 公司面临这样的情况 就是决策人能力不强 要是我当这个总裁 绝对不会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许位 你居然做假账 许江月 一个女人 有什么大局官 各位 如果交给我 我一定让你们赚大钱 你们还真有脸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孩子 蒋尘 你怎么来了 以前你们怎么样 我不 但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懂她 就经过她男人的同意 也就是我的同意 她谁啊 她 一个上门女婿 想飞上枝头的凤凰男 许位 我警告你 受怕客气 别以为你是将军的堂哥 我就不敢动 我就不敢动 一个上门女婿 你敢威胁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吐我 你个王八蛋 你敢吐我 你敢打鸡蛋 胡思复都塞 你找死 我说了 别给你不要脸 神经病 我才会对你动手 这是我们前几集集团 高层的事情 你的臭药犯的东西 再说了 你真有本事 去把城市集团的欠款要来 别的 我还真没有办 不过这欠款 我昨天还真是要的 城市集团的欠款 他要回来了 就凭你 我告诉你 就连我爷爷都要 就凭你 打言不贪 这钱还真是江臣拿下来的 欠款不够啥来 人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和城市集团的合同 是我亲自谈的 和城市集团的合同 是我亲自谈的 请客我早有准备 昨天就听到这小子 把钱要过来 现在城市余不在 我就说合同是我签的 谁又能反过 许为你要不要脸 居然说合同是你签的 你根本就没有去过城市集团 我 我作为集团公司的副总裁 我行事低调 太说了 你说合同 是你这废物老公看的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吗 没有 不过那钱 只雷爷亲手给的 不如 我打个电话 把雷爷叫过来 让他亲自对证一下 雷爷 雷爷 他说雷爷 雷爷是谁啊 就凭你个臭药犯的你认识 雷爷可是江城最厉害的地下霸主 你凭什么 怎么 你害怕了 打 你现在就打 如果你认识雷爷 别说我承认这个合同你签的 我还下跪给你道歉 好 那我现在就打 喂 雷爷 喂 雷爷 我在签你集团呢 这边有人怀疑 昨天的单子不是我跟你签的 要不 你过来帮我证明一下 什么 马上到 你眼 你牵着眼 我给你搭个戏台 你真唱戏啊 臭药犯的 滚 这里是我们的高层会议室 不是你们的戏台 许位 你不要太过分了 许江月 还有脸说 为了作文总裁的位置 你联合外人演戏来敲我的合同 你好打算啊 各位 我建议罢免许江月总裁的位置 这个位置他不配坐 这是一份辞职申请 让现场所有的高层投票 如果超过百分之四十 你就签了他吧 看来你真的蓄谋已久了 蓄谋 你说我蓄谋 我不过是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再说 老爷子已经教权了 没有人再给你们撑腰啊 许位 许事是我父亲和爷爷一起打下的江山 许事是我父亲和爷爷一起打下的江山 跟你们一家没有任何关系 别以为你做了几年副总 你就了不起了 你给我闭嘴 许位 你敢动手 你想怎么 臭药犯的 我不过是在管我们家一个贱丫头 你一个外人 凭什么说 再说 就是爷爷在 也救不了你 霸丹 爷爷 爷爷 畜生 我还没死 岂容你放死 爷爷 你怎么来了 你还敢问我 我不来 许事集团不乱了套了 你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你们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爷爷 他做假账 爷爷 我没有 混这个东西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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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看的这样的 我是他 他和江岳商量 我 你别给我电脑是非 商量 有这么和你妹妹商量的吗 你当我老头子糊涂了吗 我滚 我滚回许家词堂 三天三夜和我归着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出来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出来 爷爷 不要我 爷爷 还不快混 气死我了 爷爷 先喝口茶吧 你们俩没事吧 爷爷 我们没事 今天幸好有江城在 不然我都不知道 许慧是这样的人 我也没有想到 这小子这么黑 你俩落井下石 放心 只要有我在 就没人能动江岳 今天多亏你了 江大 江城 多亏了你啊 江岳交给你 我也就放心了 老爷 寿业要开始了 好的 知道了 对了江岳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 我过来就是来提醒你 还有啊 江城还没有见过奶奶 趁那个机会 给奶奶介绍一下 对啊 我差点都忘了 今天是奶奶的寿业 没事 时间还早 我们一起去吧 奶奶 江岳的那个废物女婿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 等着人都饿死了 我听说啊 她在江岳的公司 只是个小小的催收员 在江岳公司 只是个小小的催收员 天天无所事事的 现在 连你的寿宴都不来了 哼 也不知道老头子是怎么想 居然招了这样一个废物技们 真是可惜了我们家江岳这么好的条件 啊 别生气 废物就是废物 恐怕 连贺礼的钱都挣不回来了 哼哼 徐老太机 您的贺礼到了 这么多好东西啊 谁送的 是老二你送的吧 妈 我 那肯定的嘛 难道还不成 是那个整天不沾家的江岳送的 哎 服务员 来来来 快快快 把那个单子 给我们老太太念一下 哼如东海 双龙玉珠一对 寿笔南山 百秦之画一副 八仙鹤寿金玉碗一套 四季长春 丑傲一条 不是我送的 不是我送的 老二呀 这次你可是花了大手笔了呀 妈 真不是我送的 哎 你们是送错人了吧 去查一下 什么 不是你送的 谁送的 徐奶奶 我送您的贺礼 您收到了吗 啊 是王少送的呀 哎呀 我就说嘛 小云那个死丫头 真是瞎了眼 没跟王少 哼 看我们王少 不但不计前嫌 今天还送来这么一大车的礼物啊 哎呀 真是想不到 今天王少会亲自来 真是怠慢王少啊 王少 来 来 我们敬王少一杯 不用不用 哎 这都是小事 我今天来啊 主要是来看看江玉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我们王家的酒店 我过来送桌韭菜 应该的 韭菜 你今天的大礼是送了一桌韭菜啊 不是那一车礼物 不是那一车礼物啊 不是我送的 这是谁送的 这么豪欠 我送的 你送的 原来是江玉和他那个废物女婿啊 什么 这些都是你送的 奶奶 今天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知什么 不是 你做什么白日梦的 你个乡巴佬 什么话都敢说 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 就是啊 他哪来那么多钱呀 就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就他这么个废物 恐怕连个包都买不起吧 奶奶 这些都是我的心意 今天是我跟江玉第一次和你训练 这些都不花钱 不花钱 你抢的呀 抢来的我不相信 毕竟只是个乡巴佬 不过 从地摊九块九桃来的 我们还是相信的 什么 地摊货 地摊货你也敢拿到这里来 马上给我扔出去 马上给我扔出去 二叔 你之前给奶奶买的那个麻囊手链 那才是地摊货吧 你给我闭嘴 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的 是不是地摊货 一事便知 我看你怎么验 这手链 这东西不会是块染色玻璃 而且它们有很多有害物品 带久了恐怕对身体又有影响 这东西最多也是几十块钱 臭饭的 胡说什么 你竟然敢把我花了五十万买的 麻囊手链捏碎了 老二 你以为我老的 你就糊涂了 妈 妈 我肯定是被人骗了呀 都给我闭嘴 坐下 吃饭 上桌吃饭你也配 拿着那双碗筷 到门口蹲着去 怎么还想打我 王上 你不要太过分了 今天是奶奶的寿宴 你个外人 本来就没有邀请你 你个没有见识的丫头 你个没有见识的丫头 你跟谁说话呢 王上今天可是我们邀请来的贵宾 静月 你怎么说话的 没有王家的帮衬 我们许家 能有今天吗 你马上给王上敬酒 赔礼道歉 奶奶 给我道歉 容易呀 来 姜月 你只要亲自把这杯酒 喂到我嘴里 我原谅你 用嘴喂哦 还愣着干嘛 赶紧喂呀 今天这大喜的日子 你想让奶奶扫兴啊 就是 王上让你喂 那是多久修来的福气啊 你还装什么坚持呢 赶紧喂 喜欢喂是不是啊 来 喝 你是不是找死 怎么样 酒还好喝吗 来人呢 把他给我弄出去 妈 这包间里面的人都死哪去了 雷爷到 雷爷 雷爷怎么会来啊 雷爷来了 雷爷来了 快快快 去迎接啊你们 居然是一手折天的雷爷 再怎么说 这也是我们王家的地盘 你们别动 我来 这供应雷爷 你们也应该在我之后 你们两个会起东西 他不赶紧滚 二世 你怎么说话呢 让我滚 好 你们到时候别求我回来啊 张月 走 什么东西 恭迎雷爷 恭迎雷爷 雷爷 您大叫光临 不好意思啊 里面请里面请 雷爷 就这个帝王厅 您看 我这可是专门为你安排的 满汉全席 雷爷 今天好热闹啊 听说是老太军的生日 我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 哈哈哈哈 哎呦 雷爷 您这么大的人物 还记得老生的寿臣 真是老生的荣光啊 真是老生的荣光啊 雷爷 快请 快请 来来来 快上座 快上座 雷爷 您坐 坐啊 今天你们许家人都在这了 雷爷 还有两个小辈 不过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坠序 把他请上来 哎呦 雷爷 那就是个乡马老 他们公司一个臭催债的 他不配给您见面 我还要说第二遍吗 好好好 雷爷 我现在就去给您把他们带来 提我警告他 也叫了雷爷的面子 妈 你放心吧 怎么还没来 哎呀 我不是说了吗 别走我回来 这么没规矩 你俩还敢坐下 没看到雷爷在这里吗 快给雷爷跪下谢罪 好啊 那我给雷爷跪一个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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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怒了雷爷 这个乡不老的尸体 今天能不能找到的不好说 你这个废物 非要拖累我们全家 江先生 请上座 这 雷爷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不过是我们许家 一个没用的坠序 放肆 我雷某请客 还需要你们质疑吗 雷爷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给我闭嘴 雷爷 雷爷 这样 您消消气 消消气 许家人不懂事 您这样 我伺候你 不是你处那干什么 还不赶紧滚出去 敢对我的贵客无力 王家是不是不想在云城混了 他想留下 就让他留下吧 不过 你拿上这副碗筷 到门口蹲着吃雪 你 我 我们王家 是任人在割的吗 怎么 看不起我雷某 看不起我雷某 只要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们王家 在云城 彻底消失 雷爷 你 自身而光 赔罪 怎么回事 还不住手 对不起 蒋大人 算了 既然有人不识货 也不欢迎我 奶奶 对不起 我们先走了 你们许家 最好也给我安分一点 还有你 这个臭药犯的 给我等着 江城 今天这么一闹 也不知道奶奶 对你的印象怎么样 爷爷本意 是想让奶奶看看你 得到他的认同的 你也看到了他们什么样子 今天无论我们做成什么样子 他们都不会满意的 不过无所谓了 你也知道就行 好吧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励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做这些都是分内知识 要什么奖励 都是分内知识 要什么奖励 可是如果没有你的话 前景集团一个亿的落洞补不上 而且连总裁的位置也保不住 你不仅救了我 也救了前景集团 说吧 想要什么样的奖励 我都可以给你 既然不说的话 那我就替你决定了 公司3%的国权 软让给你 提名你做法务副总 你觉得怎么样 这些都不重要 我做这么多 是为了你 喂 徐总不好了 有人故意抹黑 我们造成股票打电 什么 预计已经亏损我十一 发生什么事了 公司出事了 我要去公司一趟 我陪你 徐总 您总算来了 办公室来了位客人 着急说要见你 客人 没错 而且是许副总带来的 许位 他来干什么 他说要找您谈生意 谈生意 我当然要看他谈什么什么 这叫花子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个臭叫花子 赶快滚出去 王总今天是来找徐总 你算什么东西 看来给你们的教训 很适合 还敢跟雷爷对着干 废物 你真以为我怕雷爷 今天就算雷爷在这里 也没人救得了你们 臭妖犯的 你想看着我们前几集团倒闭吗 这样就对了 何气生醉 王少 你不要和这个臭妖犯的上门女婿一般见识 你消消气 我怎么会和一个叫花子来气呢 许总终于来了 许位已经不是前进集团的员工了 你还带着王磊来这做什么 给我滚出去 许总 话别说那么早 这次来 是来帮你的 帮我 帮我 听说前几集团一夜之间 爆出那么多的黑料 一夜之间亏损五十夜 你难道以为不需要帮助吗 你怎么知道 我明白了 这都是你干的吧 没想到你为了报复我 竟然把前几的前程 至于水火之中 那又怎样 你有证据吗 许总 别这么大火气 我今天来呢 就是来和你谈合作的 是啊 我们王少 现在可以帮我们前几集团融资五十一 还另外拿出十一 来帮助我们公司周转 黄鼠狼给几百年 就算云城所有的民门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想得找你 许总 你不要拒绝的那么直接 我劝你啊 这件事还是好好想想 刚刚说话没听清楚是吗 我们不会跟你们合作 安静 许将月 许将月 这件事你可想清楚了 现在前几不仅亏钱 声誉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去银行贷款 根本贷不到 如果这样下去 整个云城 没有公司会借钱给你的 如果这样下去 整个云城 没有公司会借钱给你的 一夜之间 那么大的亏损 再这样下去 多大的价地都会被你拖垮的 到时候负债累累再找王董 他和作分都没有 许位 你以为你这点小伎俩 就能搬到前几集团 我告诉你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逼我动手 许将月 你要想清楚啊 前几集团可是你父亲留下的 唯一的遗产 你想在爷爷去世之前 眼睁睁地看着企业倒闭吗 江月 你看不出这是他们的阴谋吗 可是现在 只有他们能救前几集团 我先跟他们谈谈 江月呀 这可是五十亿呀 五十亿 谈好了 五十亿就到账了呀 你还不让他走 江晨 你先出去 有什么事情我叫你 跟他们谈谈 你先去吧 这件事情先交给我 出去出去 赶紧滚呢 你给我老实点 妹妹 妹妹 我的好妹妹 其实这个生意啊 很好谈的 是不是 王总 妹妹 王少 爱慕你意见 只要你答应嫁给王少 就有五十亿 就能救我们前几了呀 徐渭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都已经结婚了 结婚 跟你那个废物丈夫 你对他还有什么指望吗 得了雷爷的几分恩惠 你觉得 他还能扭转乾坤吗 与其做无用工 还不如嫁给本少 这里是前几集团 你们要干什么 哎呦 徐渭 你可没跟我说 你堂妹还是个猎户 王少 他厉害怕什么呀 在您的手里 他一块就变成小冰羊了 这个行 结了婚了 就是个二手货 你跟我装什么矜持 王少 我劝你放尊重点 我丈夫就在外面 喂 哦 是江大人 你能调查清楚 是谁在前几集团 被靠捣鬼吗 有人改在你公司捣乱 让我去查一下 如果有的话 让我把他给灭了 先别着急 现在当务之急 是前几集团的风品 那几个臭臭 什么时候都能治理 另外 我靠龙玉班纸 可以调动多少资金 超越王氏的家族 王家只是六大家族的末尾 除了许家 还有四大家族 您都可以随意调遣 好 那你现在就给我安排通知下去 遵命 王少 那个叫花子 怕什么 您放开点 一会儿啊 他就不矜持了 妹妹 放开点啊 学聪明点 等你那个废物丈夫来了 我就让他好好看 小贱人 我看你是找死 你放开我 家晨 家晨 你叫破喉鲁也没有用 你叫破喉鲁也没有用 我看那个废物能不能救你 放开我 家晨 放开 家晨 放开我 家晨 放开我 家晨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徐总 放开我 你们救不怕雷爷 我已经打结果了 雷爷今天已经离开登场了 所以今天没有人救得了你们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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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江晨 放开我 江晨 王晨 王晨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姓王的 你想死吗 不是 怎么回事 我 我外面那些人呢 就是啊 怎么 你想去见他们 我带你去见啊 不是 这不可能啊 那是我重金请来的保镖团 那是我重金请来的保镖团 是啊 他不就是雷爷手下一个小楼了吗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你不是说他他妈是身上下来的臭药饭的吗 王晨 我也不知道啊 没想到这个臭药饭的 他是个恋家子 他他他他 你 今天可是你们自己送什么来的 你要干嘛 你别动啊 再动我一下试试 我背后可是云城王家 别以为我真怕雷爷 啊 啊 我去试试 我跟你说啊 许家的势力现在已经羞软一大半了 你敢动我 啊 贝嘴 王家一定让你随时万断 江臣 别再打了 再打局出人命了 给他点教训就行了 你居然敢打王兽 我跟你说 雷爷以前罩着你 完全是看我许家面的 现在你还敢打王兽 啊 看你的教训 你这个畜生 你居然敢打我 我 我车就打电话给家里 告诉我爹 告诉我奶奶 对 把这个叫花子 赶出你家 喂 爹 我要召开家庭会议 江臣这个丧家犬居然敢打我 赶快把他赶出我们家 快点啊 快点啊 什么 这个丧家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堆你动手 我让他们马上回来 我让你们乘一时之快 啊 我 我告诉你 我让你们从今天以后开始 睡大街 给 许江月 你居然敢对你堂哥动手 你死丫头 现在马上狗狗回来 江臣 我们得回去一趟 今天先放你们一把 也就能拿家里押忧我 往上 往上 快起来 往上 我也没想到 会这样啊 你他妈给我逼走 阿小姐 您可以进 他不可以 混账东西 这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臭老犯的 说话听不懂是吗 这是要造反吗 哟 徐总现在官是越做越大了 这是要造反吗 哟 徐总现在官是越做越大了 眼里压根就没有我们许家人了 可不是吗 现在身边呀 用那条丧家卷成药 更不把我们这些许家人抱在眼里咯 二叔 你这话什么意思 徐将苑 你凭什么此对举威 居然还敢让那个香把佬 打伤他 你质问我之前 怎么不去问问他今天做了什么 他今天把王磊带到公司 对我于途不轨 即便如此又如何 再怎么说 那个王少都比你身边那个穿油饭的强啊 没有王少 我们前景集团随时都要面临倒闭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就不替我们家族照相呢 果然子不叫傅之国 看许卫的德行 我就能猜到他爹是否什么鸟硬 这里哪有你这个叫花子说话的份啊 你给我闭嘴 我是许氏的女婿自然有说话的笨 反倒是你们 千景集团发展至今 出过一份礼物 现在倒是还有脸 在这讨要集团的权利 许佳女婿 谁吃你了 许佳女婿 谁吃你了 一条从山高里爬出来的臭狗 还敢在这里叫唤 二叔 江臣是我丈夫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他 你这一个吃里跑里的东西 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来顶撞你二叔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吧 你不要以为你是许氏的长辈 我就不敢动你 一条丧家之犬还敢在这里叫唤 今天经过我们全体许佳人的意见 你必须给我滚出我们许佳 你也敢威胁我 来人给我打断他的狗腿 把他扔出去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江臣是我丈夫 你们根本没有权利把他赶出许佳 更何况爷爷十分认同他 权利 你不看看他配吗 你可合不住我外馆的贱人 你再说 奶奶把你们俩一并赶出我们许佳 对吧 没错 今天不用你爷爷在 江臣 你这个小小的坠婿 居然敢对我许佳的人动手 已经犯了大罪 已经犯了大罪 就是什么 这丫头还送给她房子 江月 你的这种行为不可饶恕 你送给她的房子 一同收回 全部补偿给小薇 奶奶 你怎么能这样 江月 你放心 我自然不会让你们露宿街头 这样的话 别游存我们许佳的名望 你俩 搬到仓库里面去住 奶奶 那是个摇摇欲去的烂尾龙 现在都已经不能住人了 我跟江臣怎么住在那儿 问你旁边的好夫婿 你现在要么带着这个窝囊废到王上门口去赔礼道歉 要么就滚出许佳 奶奶 我 许佳如今的吉业 都是江月父亲一手打拼出来的 他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就算是走 该走的也是各位吧 你 你这个废物 现在 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对 我们许佳一直都是老太君说了算 老太君说的话 连老爷子都得听 哪里有你在这里支支点点 算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真有能耐 就凭自己的本事 让你老婆住上豪宅 要不是走狗屎运 遇上我们家老爷子 挂上我们许家这棵大树 只怕你 这辈子都住不上豪宅吧 你让他走 他死都会来在这里 你说对吧 区区一栋别墅 也好意思拿出了显断 胡盼中心 那一整片的别墅 都是我的 既然你想要 江月那栋婚房 那就当施舍给你们了 胡盼中心 那是我们云城 最贵的一片别墅区 随便一套房子 都可以买我们许家 好多个别墅呢 江城 竟然敢大言不惭 说那一片 都是你的 去牛不打草狗 你看 那个地方啊 我看你连进 都没进去过 江城 就算没有房子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出去租房子 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出去租房子 没有必要 你不相信我吗 你不相信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给负责人 让他亲自上门 你看他的样子 眼太真相 是啊 妈 你看 真是笑话 胡盼中心 连我都住不进去 你拿我们许家当傻子吗 我不管你们玩什么把戏 简答应了 把别墅给小魏 就赶紧把这个协议给签了 为什么要签协议 我刚刚把钥匙拿出来 只是让你们知道 我们是有房子的 可我没手把这套房 让给你 看来他刚刚拿他钥匙 当然是假的 他为了不被赶出家门 真是诡计多端 哎呦 我们许家 真做了什么孽 找了这种人进门 看到了吧 果然刚刚那一通 都是吹牛的话 一个根本就没有房子的丧家犬 怎么可能把到处的房子 转让给我们 江城说的没错 许家的基业 都是我父亲打拼出来的 这些房子 我是不会给你们的 果然嫁出去的女人 喝出去的水 你这个窝囊废老公 刚才不是还说吗 他不是一整片房吗 他不是一整片房吗 我们可不能耽误你去住 湖畔中心的豪宅 他有豪宅 他有豪宅 我们就把钥匙吞下去 然后跪下来给他道歉 这个废物啊 连这么大的海口都敢吹 江先生 你好 我是湖畔中心的负责人 您叫我小王就可以 刚才您打电话 说要搬进去住是吗 我现在就安排人帮您打扫 我不搬进去 我只是来问一下 毕竟有人 不相信那一片别墅是我的 整片房子都是您的 但凡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 房主姓江 表示不知道的 肯定没进过上流社会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有湖畔中心的房子 这个就是他捡来的群演 不不不 这个负责的王经理啊 我见过 我们许家别墅都是他负责的 像这样的人物 怎么会配合这个废物演戏呢 不可能 另外 鉴于许氏前景集团 最近出了一些资金问题 你们这边的房产 即将要被冻结 我们这边的房产 即将要被冻结 如果公司的资金 依然周转不开的话 几位可能马上就要搬出这个房子了 你们提前做好准备 你说什么 我们住的这些豪宅 都被冻结了 随时 都可能搬出去 搬公司这种丑闻和危机的 都是许位 如今这房子被冻结 也算是他自作自生 公司被冻结 是小灰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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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怎么了 快向奶奶送医院 都是厉害 从今天起 许家车就跟着断绝关系 妈 快去医院 奶奶 妈 快走 这叫丧家之犬 你就是看不到我们许家好是吗 我们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 二叔 江禅他说的本来就是对的 这件事情 包括公司发生的事情 都是许位造成的 你不应该找江晨 你应该找许位啊 讲话是理解 不是因为他造成的 如果没有他 小微不会做这些事的 小微不会做这些事 如果你当时答应嫁给王上 后面任何事都不会发生 把他给我乱棍打死 拖出去喂狗 住手 我看谁敢动 爷爷 江晨是我给江月亲自选的夫婿 未来他们要在一起 打理前景集团 管理前景集团 爸 你要一个外人来管理前景集团 他可是一个上门的凤凰男啊 后上 有你说话的份吗 前景是江月他爸 打扮一辈子的基业 江晨是我给江月选的女婿 将来他们 可是要在一起一辈子的 现在传给江月和他的夫婿 理所应当 而且江晨和江月已经结婚 你若再敢随意出言侮辱江晨 别怪我不客气 爸 你竟然像着那个叫花子 前景集团姓许 就用给我们姓许的那管理 你太失望了 我是许老二 爷爷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前景集团是江月他爸 拼播出来的 跟你们 没有任何关系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个废物 你给我闭嘴 不管怎么样 前景集团有霸年一半的心血 许维是您孙子 要分也是许维和许江月一夜一半的 你和许维两个人还真是心生负责 真是不要 为了前景集团这么一点点财产 真是不择手段 没错爷爷 许维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 给公司造成了五十个亿的损失 什么 全是他们搞的鬼 你不要胡说八道 公司到现在这个地步 都是许江月这个家头 经言不善 跟许维没有任何关系 他这是污蔑 污蔑 前景集团前脚刚出事 后脚他就带着王室的人来 你说跟他没关系 你自己信吗 这 这说明许维 新系前景集团 就算他被前景集团开除了 他也是为了想替集团解决大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带着一群流氓 强闯公司 对江月 欲行不轨 对江月 欲行不轨 什么 许维这个畜生 许维这么做 他也是为了前景集团 那王室再怎么 他可能是做的欠家 但起码王室集团能帮助我们前景集团的 不像这个叫花子 他除了打嘴杖 什么都不会 我不觉得小薇这么做 有任何问题 你真是死不悔改 看你这说话的态度 估计 许维背后有你支持他吧 多半 你还是个主谋吧 就王室那两个臭子 就别拿出来 显摆丢人了 哪怕没有王室 前景集团也能渡过难关 你个臭药犯的 你本事不大 你口气不小啊 区区两个子 你见过钱吗 五十个亿 你知道有多少吗 别闪着腰了 臭药犯的 就是把你卖了 也不值这么多 钱的事 那可不必操心 许家在云城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弱 凭我许家的人脉 在其他名门望族中 八点前 他们还是会答应的 还是一件小事 还是一件小事 小事 你知道现在公司 到什么程度了 丑闻满天飞 股票 跌到谷底 你说哪个集团 愿意这个时候 再来沾边 扶了王家 没人能帮得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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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致 你明明知道 爷爷身体不好 还专门气他 天底下 哪有你这么不孝的人 我气他 他死了才好呢 这死老头子 说我无情 还说我不孝 他死了 我一定在许家门口 挂边炮 许致 不会说人话 这别说话 还有那个小杂种 不就炸着那个老不死的 给你们撑腰吗 你们夫妻俩 早晚有一天 会求着我回来 爷爷 爷爷是奇迹攻心 爷爷是身口运紧 我已经帮他疏通 现在没事了 爷爷 你没事了 爷爷 你没事了 江辰 你又救了爷爷一次啊 放心 爷爷 许家有我呢 江辰 有些事情 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 爷爷说的没错 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吗 现在得有一个机会 就在明天 云城有一场宴会 你和江辰一起去 帮前景找一下投资 所有的名门都会去的 好的爷爷 你放心 交给我和江辰 我们一定会办好的 皇上 我爷子让许江月 那个死丫头 还有那个叫花的女婿 到明天的宴会上 去拉投资 拉投资 我看他们要份还差不多 没想到 昔日风光的许氏 还能有金铁 那个叫花子 竟然敢对本少也动手 明天就是他的死期 我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还有那个许江月 选择那个叫花子 也不选择本少 明天我就让他 在宴会上脱光 明天我就让他 在宴会上浮光 以劫我心头之恨 霸气 那我那总裁之位 你放心 等我搞定了这一段 就把总裁的位置给你 那预祝王上 马到成功 都说破船还有三千钉 我偏要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做拔了毛的 凤凰不如期 通知下去 明天所有参加宴会的名门们 谁要是敢帮助许氏 就是与我王室作对 好 这就行 不会吧 许大小姐居然在掉眼泪 爷爷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前进集团又遇到了 这么大漏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 老心 有你男人我在这 这点小漏洞 分分钟给你摆平 江城 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 你就别说大话了 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没有想安慰你 你想想看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我帮你摆平多少次事 陈荣发一次 往里一次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 陈荣发一次 往里一次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 江城 我知道你是很有实力 但是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一次 还是交给我吧 江玉 前减集团公司那么大 你不能把所有担子都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现在爷爷倒下了 那么身为你男人的我 就应该挺身而出了 相信我一次 好吗 我 放心 明天的事情交给我 再相信我一次 江玉 相信我 我一定会 好好守护你的 许大小姐来了 杨玉 你说你来呗 还带上这个臭腰饭的 这什么地方 高端宴会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吗 许位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上等人的饭局呢 是饭局 这下等狗的饭局呢 不就是残羹剩饭 不就是残羹剩饭吗 对 再说了 你说这种蹭吃蹭喝的落水狗 他不来这 他去哪 没错 哎 初遥饭的 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没意思 建这么大的饭局 记得吃饱它 别饿着 以后说不定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像你们这样的畜生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蹭吃蹭喝 你现在连许家的人都算不上 蹭吃蹭喝的是你吧 你 还有你 上次在前景集团被打成那个样 还敢那么好 这么嚣张 是要我当着众人的面 再打你一遍 好啊 现在许事都已经日国西山了 你居然还这么狂 你哪来的底气啊 今天在这个场子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被丢出去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走着一定有什么名门都在这里 还是一样的点 放心 今天前景的危机一定能解决 我没听错吧 你解决 你怎么解决啊 你怎么解决啊 你也就是一条丧家犬啊 一个除了拳头蛮力 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废物 你拿什么去拉到那些名门的帮助啊 还有你那个拳头吗 今天来的 那都是最顶级的名门 你敢动他们一下 你都得牢底坐穿 是吗 你说你一个穷光蛋 要你去找他们借钱 哼 与其让你去借钱 还不如让许江月去卖呢 啊 你又打我 这是谁啊 怎么那么大胆 居然在这么重要的宴会上动手 不要命了 大家听好了 这位 就是许大小姐的夫婿 许家的龙婿 对啊 一个从山上下来的叫花子 进了我们许家 养了那个上门女婿之后啊 连我这个堂哥都打呀 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产 只一点都不能做对呀 只一点都不能做对呀 所以说呀 我们要谨言慎行啊 千万不能跟许家的龙婿作对呀 作孽呀 你这个有勇无魔的皮肤 随便记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难怪被上流社会唾弃 现在这一拳恐怕要被上流社会 永远的拉入黑名单了 对 这种人真的不配参加我们这么高档的宴会 不配呀 保安 我要求查验一下他们的邀请函 忽然随便一个什么抽药犯的都能混进来 二位 请出示一下你们的邀请函 在场那么多人都没有出示邀请函 为什么到我老婆正要这么做 因为那些人都是来参加宴会的 那你 一条坑门狗居然也摆起主人的做派了 这种人居然还要人尊敬 你不会真的没邀请函吧 那谁知道啊 他来 也不过就是大家的一个乐子罢了 我有邀请函 哎呦 原来是高高在上的许大小姐啊 之前走过这里 我都没正眼看过您的正脸 之前走过这里 我都没正眼看过您的正脸 没醒了今天还能看到您的脸啊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只好辛苦许大小姐剪一下了 哦 贝比他 哎呦 许师的日波西山了 还这么高傲啊 呃 江晨 王 王上 你不要命了 哎 他可是天五哥大人的人呢 你敢动天五哥大人的人 你就是动天五哥大人 你 你找死 是 我倒要看看 让我怎么死 我告诉你 我老婆不是看不清你这样的保安 而是看不清你这样狗眼看人体的看门狗 你对我动手 就是砸了天五哥大人的场子 你老婆借钱只会更难 全场不会有人借你们一个子 谁说我老婆一声下气去求 江晨 你别搞出人命来 像他这样的看门狗 打死都是亲的 江晨 你来之前答应过我的 今天这边的事情都交给我来的 千万别再生出事端了 千万别再生出事端了 放心 我就是给他们一点小警告 进去吧 去找负责人 说这里有人捣乱 把他给我赶出去 这个臭要犯的 赶到天五哥大人的场子 真是不想活了 等我把负责人叫过来 让负责人把他扔出去 孙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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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江月 江月 孙叔 我爷爷叔 我爸生前 哎呀 小朋友 都长这么大了 哎 王少 你也来参加这个宴会了 我们王家可是第六豪门 理应参加这种宴会 哎呀 那是当然 今天的宴会啊 这个云城的豪门都来参加了 您来了 只会让整个宴会蓬毙升会啊 不过某些家族 不过某些家族 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来这种宴会上蹭吃蹭喝了 哎 孙总 我看你和许家走得挺近的 不知 哎 不说不说 皇上 你可千万别乱想啊 那刚刚这个许江月啊 故意提着死去的老子对我们孙家的恩情将找我们借钱 那这真是太离谱了 孙总 我请你说话注意措辞 我知道 可能因为我们家的危机 你们现在要疏远我们 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请你们说话奉尊重点 他本来就是个死鬼吗 哪说错了 缺钱吗 我给你啊 这张卡里有三百亿 足以解决你们许家这次的危机 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条件 诸位 许家的前景集团呢 现在遇到了一个大困难 本少爷愿意无偿捐助三百亿 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许家的大小姐 在这里脱光衣服 这从里到外 三件 这一件一百亿 很划算吧 三百 我才不稀罕呢 就算前景集团没了 我也不会对你屈服 真不错呀 事到如今 你还是这么倔强 不过许江苑 我劝你想清楚了 这前景集团可是你那死去的老爹 留给你唯一的遗物 如果你错过今天这个机会 可就没有机会了 还有你那个冰死的爷爷 他也不想看到你空手而归吧 如果他看到前景集团倒下 而一命呜呼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 你真的会把这三百亿给我吗 区区三百亿 我给你 脱啊 脱啊 来吧 干脆点 脱啊 你们也别闲着啊 快点脱啊 快拍照啊 我跟你们说啊 我跟你们说啊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机会 堂堂云城第一大美女 当众脱光衣服 我们得慢慢欣赏好好珍藏下来 混蛋要死 撒了撒了 我去钢铁开一会儿 你居然有这么大胆子 江城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 我来 你来 我可再来晚一点 你一定要被他们逼成什么样子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虎爷来了 虎爷来了 哎 虎爷 又是这个人 他在咱们演会上闹事 你还不赶紧把他砍出去 你是什么人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你知道这是什么宴会吗 我管你是谁的宴会 哥哥他妈逼迫我老婆 你看不见吗 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许家坠续 果然是头脑简单 绝连王寿都很动 王宿 是整个云城排行第六的豪门 现在负债累累的许家 我看你拿什么还债 得罪的王寿 王寿 王寿 你没事吧 还愣着干嘛呀 去 快把他们都赶出去啊 我滚 今天这台子是为我搭的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走了 也落不到我滚 给你搭的 好大的口气 我现在起 许家和你都就没云城名门封杀 再也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宴会 他就是雷爷手下的一个小楼了 这样子雷爷 他无作非为 原来是雷爷的小弟 今天这个场子 是为天舞阁江大人办的 天舞阁的大人 雷爷见了都得下跪 没错 今天就算雷爷来了 也担不了他 对 快 快点上报给雷爷 让他好好教训一下 他手下这个畜生 这个臭药犯的 这次死定了 跟你们说呀 这小子完了 喂 是我 我来自己的宴会怎么不行吗 他们非让我滚出去 要不你来处理一下 什么 我马上到 看来这小子 今天是成心想死 那我们也别拦着他了 让雷爷过来教训他吧 让雷爷过来教训他吧 他想干嘛 这娇花子 胆子也太大了 雷爷过来 这家伙就完了 许家怎么找了这么个女婿 今天这是我给你们 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你们没抓住 那么 你们总永远被天舞阁拉入黑名单 你刚说什么 被天舞阁拉黑 就凭你 说出这样的话 你什么东西 居然是天舞阁的龙文玉班旨 据说他是天舞阁 最高身份代表的象征 不要听他的 就是一个艳品 一个假货 胡大家的 各位各位 他就是我们许家连狗都不如的一个坠屑 为了能稳住在我许家的位置 他什么事都敢做呀 哪一个假货 说是天舞阁的人 我告诉你 这班子 云城的任何一个人带上他 我都相信 我告诉你 哪怕是一条狗带着 我都相信他是天舞阁的狗 就是你 现场的 有哪一个人相信你是天舞阁的人 真心呢 真心呢 好了 跳梁小吵 话不多说 戏不多言 快滚 不相信是吧 好 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我的死期 我的死期 是谁啊 是谁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谁 就是这个人 他真是不要命了 居然敢在天舞阁大人的宴会上捣乱 甚至他自己还敢说 他是天舞阁大人 没错 他自己犯了错 他不承认 还说自己是天舞阁大人 他明明是你的小弟 他真是给你丢脸呢 这是您手底下的小弟啊 像这种货色 我刚刚帮您管了的 刚才是你敢的人 没错 是我敢的人 这个场地 是我精心为天舞阁江大人布置的 像这种狗打碎 根本不配进我的场子 我这也是帮您 管您手下的狗啊 蛇小未大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希望您 不要介意啊 给我砸 给我砸 哎呀 不能砸呀 也不能砸呀 这个是你天舞阁大人 布置的场子呀 你怎么可以 为了一个小弟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啊 天舞阁大人 不就在这里吗 什么 你群又瞎 又没脑子的东西 活该为天舞阁封杀 您说他 他是天舞阁大人 这是你百年难遇 飞升的好机会 既然你说大人 配不上你的场子 那我就带大人走 江大人 让您受辱了 是属下照顾不周啊 这场子 已经配不上大人了 我给大人安排了新的地方 请大人移步啊 江大人 江大人饶命啊 小的远远无助 请江大人 大人不记小而过 快住小的吧 这种东西 有请江大人 请 请 大人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还有你们 想活命的话 就跪下来 辞过请罪吧 那个人 怎么会是 天舞阁的江大人啊 你不是说 那个江神 只是身上下来 那个江宝老吗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他明明就是爷爷 从大马路上 随便捡的一个叫花子 不然他知道 他是什么天舞阁 这人呢 这怎么办 怎么办 没以为想借助王家 一步登天 这下吃你完了 王少 之前我们可是要 攻杀许氏的呀 你还不赶紧当门 取得江大人的原谅 你他妈是不是 故意陷害老子呀 竟然所忧我去找 那个天舞阁江大人的麻烦 我们王将士出了什么事 我他妈让你陪葬啊 王 王少 王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叫花子 是天舞阁的江大人呢 诶 不对 对 我们 我们还有一张底牌 底牌 是什么底牌 现在 现在许家危机还没有解除 虽然 江辰是天舞阁的江大人 可是消除许家的骂名 让各个名门愿意资助许家 没办法那么快解决他 只有我们 只有我们有这个办法 真的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拿能救许家的资料 去当同名状 然后去请求江辰的原谅 让他奉我们一马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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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辰 谢谢你 这次多亏了你 要是没有你的话 之前在宴会上 我就被他们欺负了 而且千禁几关 你从活不下来 傻瓜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你的丈夫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徐总 不好意思 回来 什么事 就在刚刚 不少名流挤破头 前来给许氏融资 前来给许氏融资 资金上的漏洞 不仅被填补 而且还多出来很多 公司的大危机已经解决了 要说是天舞阁 掌握着云城背后最大的势力 分分钟便可以摧毁一个家族 看来不假呀 这次多亏了我们江姑爷 现在还有好多家族 因为没跟许氏攀上关系 在门外懊悔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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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夸我了 看把我拢不下 行吧 行吧 江辰 不知道你们在那里有什么 我 徐总 徐总 什么事 王磊和许位又来了 他们说要参见你们二位 让他们滚回去 是 等会儿 让他们进来 徐总 江大人 江大人 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永远无珠才会不认识你这个大人物 你千万别跟我一发见识 行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次来是要跟我做交易吧 我说 我说快 快 快 我们这次来啊 我们这次来啊 确实想和江大人做个交易 我们手上有能帮助前景集团恢复名誉的资料 我们许氏集团还在持续亏损 就算有别的家族资助 可是集团的名誉已经受损了 后续的产品上市也会受影响的呀 对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帮助许氏洗清 洗清冤居 我们非常愿意帮助许氏 你们资料哪来的 啊 这 这个 就是这个 两个始作勇者 居然拿着自己的犯罪证据 来当妖工的手段 你们当我是傻子吗 行吧 那我就彻之不公了 资料料 江辰 这可是就许氏的唯一方法 你 我这么做 就是想让你们知道 哪怕没有你们提供的资料 我们许氏 照样可以平安无事 看样子你们还不知道吗 就在刚刚 新闻头条已经发起来了 王氏今天丑闻 污蔑前景集团全过程报 另外 你们两个人丑陋的嘴里 也将功致于众 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手机看看 今天的头条新闻 江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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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江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江大哥 都是那个小人 江大人 都是那个小人 江大哥 行了 我作为许氏集团的法务部员工 正式向你们起 许总 检查来了 行 那剩下的 就交给你吧 别倒露 江月 这辈子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保护你 好啊 江澄大戏 江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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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掌握了九转龙神诀 就可以让时间倒流 那么很多事也就可以 九转龙神诀 九转龙神诀 诀 诀 江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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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澄